川普暗示儿媳劳拉未来将竞选参议员 民调显示88%共和党选民认可川普任期工作 佩洛西推动基建一揽子计划谁来买单 芝加哥旁小镇艾文斯顿将就向黑人赔偿进行投票 周五 川普总统在马拉哥举行的大狗牧场救援筹款活动中意外现身 当地媒体WPTV拍到了川普戴着一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入场 原来是他从这路过 听到大家在大厅内尖叫 于是询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活动 听说是救狗的活动后 他很赞同这个活动 所以也决定过来说几句话 据活动发言人说 当时人群起立鼓掌 欢迎川普总统 还有川普的儿媳劳拉和劳利·西蒙斯 他是这次救援活动的创办人 大家感谢他们帮助通过了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全国性动物反虐待法案所做出的工作 该活动的组织者的目标是 在活动期间筹集大约50万美元的资金 以便通过货运飞机从中国的肉类市场上拯救大约500只狗 川普说 我要感谢劳拉 他一直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竞选参议员 川普还对劳拉说 你做的事很重要 也很大 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我们在白宫和椭圆形办公室开了很多次会 会议都与拯救和帮助狗有关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劳拉曾担任川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高级顾问 他在北卡罗莱纳州出生和长大 现居纽约市 他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竞选人之一 以取代即将在2022年离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博尔 在去年11月和12月间 劳拉暗示了竞选参议员的可能性 还曾转发了一项民调 表示如果他参加竞选 他将成为共和党的领跑者 今年2月 参议员博尔意外地在最后时刻 投下了共和党的第七章弹劾川普有罪票后 受到了北卡共和党党内的集体谴责 当时舆论转向 人们认为博尔的行为将有利于劳拉 寄身并拿下北卡参议员的共和党党内提名 川普总统离任两个月后 绝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支持仍然不减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 有88%的选民认可川普总统的工作 据国会山英文叫The Hill 12日报道 他们获得的一份民调显示 川普得到了81%共和党选民的好评 同时 88%的选民表示认可川普担任总统时的工作 该民调由法布里奇奥领导的投票公司展开 他曾为川普2020年的竞选活动 提供民意调查服务 这份民调还显示 在共和党挑战2024年总统宝座的潜在候选人中 川普得到了51%的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的支持率都没有突破两位数 前副总统彭斯的支持率排名第二为9%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7% 前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黑里获得的支持率为6% 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获得的支持率为5% 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支持率为3% 而在不包括川普在内的潜在竞赛中 彭斯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分别为19%和17% 克鲁兹以13%的得分进入两位数的行列 最新民调显示 在1月6日国会骚乱后 虽然全国支持率有所下滑 但川普仍然受到共和党基层选民的压倒性支持 法布里奇奥在调查中写道 川普总统仍然在共和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2024年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在潜在竞争者中展开 但自1月份以来 彭斯一直保持低调 直到本月初才打破沉默 德桑蒂斯因处理中共病毒疫情的有利政策 以及拒绝关闭佛州而赢得赞誉 在共和党内支持率迅速上升 在3月1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53% 大大高于7月份的45% 法布里奇奥的民调于2月20日至3月2日进行 调查对象为1264名共和党选民 误差率为正负2.76% 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众议员 南希·佩洛西周五12日 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一个决定 她已经指示主要的民主党议员 与共和党人合作 起草国会的下一个重大立法 推动备受期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 尽管佩洛西说这个计划将是宏大的 大胆的 具变革性的 但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如何支付这笔费用的问题的关注 佩洛西说建设我们的交通系统 一直以来都是两党能够合作进行的 我们希望在我们解决能源和宽频通讯 教育 还有住房 供水系统 以及其他优先事项方面的其他关键需求的时候 这种精神将会起主导作用 佩洛西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民主党刚刚借助预算协调程序 在参议院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 该程序能够让民主党人 不必得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也能通过立法 这种做法甚至也让民主党人不满 西维基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 他警告他的民主党同僚 不要无视共和党人的反对而肆意妄为 曼钦在3月8日的一次采访中说 他想阻止拜登的下一个重大立法提案 除非他能做出更多努力 让共和党人的声音参与其中 然而一个很大的问号依然是 如何为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 带来的巨额支出买单 对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的担忧 以及对如何筹集资金的不同看法 使得国会十多年来 一直未能批准一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人一直小心翼翼地 避免给这项倡议贴上价格标签 传言这项倡议的成本至少为2万亿美元 在总统竞选期间 拜登承诺投资2万亿美元 修复美国高速公路、桥梁和机场 建设实应气候变化的住宅 为城市布置宽带互联网 鼓励生产节能汽车和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 在接受《沙加缅度密封报》的采访时说 作为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方式 拜登正在考虑提高税收 包括征收燃油消费税 对电动汽车征收某种形式的高速公路使用费 以及征收碳排放税 芝加哥周边的一个小镇 也就是西北大学所在的艾文斯顿 英文叫做艾文斯顿 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美第一个 给黑人居民发赔偿金的城市 艾文斯顿市议会承诺 利用销售娱乐性大麻的税收 来支付给黑人的赔偿 只要他们或者是其亲属 在1919年到1969年期间 居住在芝加哥郊区 他们将获得2.5万美元 用于置业或改善住房 并承诺在10年内提供1000万美元的赔偿 据NBC新闻报道 艾文斯顿第五区的市议员 罗宾·西蒙斯提出了这项立法 他说赔偿是对黑人社区的历史惯例 和当代状况的最实当的立法回应 艾文斯顿的市议会计划在下周 就这笔款项进行投票 尽管公众强烈反对 但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一直强力推动这个法案 官员们称 艾文斯顿的措施是为了解决 在20世纪的歧视性住房做法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 从1919年到1969年 许多艾文斯顿的银行拒绝贷款给黑人 在某些街区买房子 而房地产经纪人则实行非正式的种族区化 只允许黑人居民住在艾文斯顿西部的一个区域内 所以这个法案的提出就是为了弥补当时的错误 除了艾文斯顿外 也有一些其他城市和州 也提出了向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 提供赔偿的想法 包括北加州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 旨在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 以便未来实施全州的赔偿举措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唐韵 节目后制小坤 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也请您为我们点赞并传播我们的节目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